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泰州市高岗实验小学的交开会老师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 在第六单元当中,我们认识了在寒冷的冬天 坐在油灯前写文章的毛泽东主席 与战士们一起挑良同甘共苦的朱德元帅 以及跟歹族人民一起过泼水节的周恩来总理 他们都能为民造福与人民心连心 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 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小姑娘 来感受一下她的伟大之处 一起叫叫她的名字 刘胡兰 刘是本课要写的一个字 一起来看看她的写法 它是左右结构 点横要分离 那话变为点 短数烧篇上 树沟要写长 兰是本课要认的一个字 看到兰字 你想到了什么 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的 我妈妈的名字里就有这个兰字 我用剪一剪的办法记住它 声音的羊去掉一书 就是兰 我可以给它组一个词 兰花 我还知道一个带兰字的成语 春兰秋菊 再一次叫叫她的名字 刘胡兰 记住了她的名字 再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1932年 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 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 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 放哨送情报 送弹药 救护伤员 1945年 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 举办的妇女训练办 回村之后 她担任云州西村副救会秘书 组织妇女上东学 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 与党员一起 发动群众斗地主 送公粮 做军邪 动员青年 报名参军 1946年6月 她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 这一年 她才14岁 1946年10月 延西山军队占领了文水县城 为保存革命力量 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 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 刘胡兰 以自己年龄小 熟悉环境为由 主动要求留下来 她和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起 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 组织群众掩埋粮食 配合武功队 镇压了反动村长 1947年1月12日 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包围了云州西村 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打开书78页 自由的大声朗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难读的地方多读几遍 读完后标上自然段序号 本课共有四个自然段 你标对了吗 要想读好课文 首先要读准词语 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读 这个字有两种读音 在不同的句子里 他的读音又是怎样的呢 听 敌人从刘忽兰口中 什么都没有得到 恼羞成怒 把他打得鲜血直流 刘忽兰像钢铁铸成似的 一点也不动摇 这个词读鲜血直流 请跟我读鲜血直流 这个字是翘舌音 请跟我读是 接下来听听小伙伴 读下一段话 敌人指着血淋淋的砸刀说 不说也砸死你 刘忽兰听起胸膛说 小山要看有你们 怕死不是共产党员 他赢着呼呼的北风 踏着烈士的鲜血 走到闸刀前 这个词读血淋淋 请跟我读血淋淋 这个词读鲜血 请跟我读鲜血 让我们再次把课文读一读 边读边思考 你知道了什么 听听小伙伴怎么说 我知道了1947年1月12日 由于判处的出卖 共产党员刘忽兰被捕了 我知道了 刘忽兰在敌人的收买 威胁 欧打下 并着死亡 他一点都不害怕 我非常敬佩他 我还知道了 刘忽兰牺牲时只有15岁 毛主席亲笔为他写了碗词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三个小伙伴把故事的主要内容说得很完整 你能运用文中学过的词语填空吗 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15岁的刘忽兰因被叛徒出卖 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他毫不屈服顽强斗争 最后光荣的牺牲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1947年 看看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7年1月12日 天阴沉沉的 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 由于叛徒的出卖 年轻的共产党员刘忽兰 被捕了 关在一座庙里 1947年 谁包围了云州西村 对 是国民党反动派 请跟我读 国民党反动派 派是一个形身字 它的本意是指河流的分支 跟水有关 所以它的形旁是三点水 子典老师告诉我们 派还有一些隐身的意思 比如动画片中演坏人的那一类人 我们称为反派 课文中与人民为敌的那一类人 我们称为反动派 再次跟我读 国民党反动派 这段话的主要人物是谁 他怎么了 听听学习伙伴 怎么说 主要人物是刘忽兰 他被捕了 是的 刘忽兰被捕了 你能给被组一个词吗 被子 被单 被捕 文中哪些人被捕了 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刘忽兰被捕了 六个民兵也被捕了 时间 地点 以及被捕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时间是1947年1月12日 地点在云中西村 被捕的原因 是由于叛徒的出卖 你能在刘忽兰被捕了 这句话前面加上时间吗 1947年1月12日 刘忽兰被捕了 在此基础上 加上地点 说一句话 1947年1月12日 刘忽兰在云中西村被捕了 加上原因 说一句话 1947年1月12日 刘忽兰由于叛徒的出卖 在云中西村被捕了 你看 今后我们在阅读一段文字的时候 可以从里边找找有效信息 把它们连起来 就可以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这一段里边 这一段里边有个表示天气的词语 阴沉沉 你看 这就是阴沉沉的天 我们还可以说 天黑呀呀的 这样一写 就显得当时的气氛更紧张了 这样形式的词语 你还知道哪些 看图说一说 天空蓝沉沉的 树木绿阴阴的 小河壁沉沉的 带着你的理解 朗读这一段 听听小伙伴是怎么读的 1947年 1月12日 天阴沉沉的 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州西村 由于叛徒的出卖 年轻的共产党员刘忽兰被捕了 关在一座庙里 听了这个小伙伴的朗读 让我都为刘忽兰感到担忧难过了 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学习 刘忽兰的故事 写字时间到了 这四个字分别是什么结构 听听小伙伴怎么说 刘 背 都是左右结构 名 是独体字 反 是半包围结构 写的时候 你想提醒大家什么呢 刘 前面已经讲过了 剩下的 听听小伙伴怎么说 背 是一个左窄右宽的字 它的部首是一字旁 写一字旁时 要注意第一笔点 和横撇的交汇处 要对齐 竖上面是两笔写成 分别是撇点 明的斜钩 要低于竖题 最后 一起来看看 反的写法 平撇 加竖撇 开口越来越小 那话 要舒展 有了这些温馨小提示 相信大家一定能把字写好 写字时 要注意写字姿势 看 这位小伙伴写的四个字 都很规范 可以得一颗规范心 写的字端端正正 再得一颗端正心 版面也很整洁 送他一颗整洁心 我们都是中国娃 一定要写好中国字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